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想跟大家做一期关于唇部护理和唇部产品测评的视频 我会对我手头十几款唇部护理产品呢给出一个综合的测评 以及中草你一些非常好用的唇部护理产品 我的频道呢在每周四会定期更新一支关于美容和护肤的视频 如果你对这类主题感兴趣的话就请开启小铃铛订阅我吧 那首先呢来问大家几个小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唇部起死皮的状况呢 那为什么我们脸上不容易起死皮 但我们的唇部却经常容易起皮呢 首先呢就是有一个概念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皮肤的角质层呢比我们唇部的角质层呢要厚三到四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唇部特别容易觉得干燥的原因 但是呢因为我们平时用的唇膏产品呢大部分它不是补水的 它主要是起一个密封作用 然后减少你水分往外蒸发的 所以呢如果你在护唇之前呢喝足量的水或者是对你的唇部做一个湿敷的话 就能很好的缓解你唇部干燥的情况 所以擦护唇膏之前一定要记得做一下湿敷或多喝点水哦 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还有一个观念呢就是我们唇部呢它是没有皮脂线开口的 也就是说你很容易会感觉到脸上出油 T恤啊鼻子啊会出油出的比较厉害 或者我会感觉到额头啊会长臂口 但是你从来没在嘴巴上看到过出油或者长臂口的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唇部的肌肤呢它是没有皮脂线开口的 所以说呢对唇部补油其实是一个很必要的动作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选护唇产品的时候呢 增加一些有益的这种油脂在这个护唇产品里呢 会更有利于你唇部肌肤的一个健康 第三个问题可能也有很多人会有疑惑 就是为什么我的唇色那么深 那么一个是天生的 如果是天生的话那真的是很难去改变它 因为这是基因造成的嘛 还有一个呢就是请认真检查一下你的卸妆步骤 因为很多人是很喜欢涂一些有染唇效果的这种唇膏或者唇釉嘛 如果你没有用眼唇卸妆液对唇部做一个彻底的清理的话 很有可能会造成色素的沉淀从而导致唇色变深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请一定要认真的做好卸妆的动作好吗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检查一下你的生活习惯 你有没有经常熬夜啊或者抽烟喝酒啊 因为抽烟喝酒这种情况呢 也会对你的唇温身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请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刚刚呢是给大家说了一下唇部护理的几个小知识点 可能跟你平时的认知会有点不一样哦 那接下来呢我就会对我手头十几款护唇产品呢 给出一个综合的测评 我会从它的安全度滋润度修护力以及它的性价比 给你们种草几款真正好用的护唇好物 那我们首先从晚上的深层唇部护理开始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款我手头最贵的护唇膏 就是这支by Terry的lip balm 它是60美金10克 没错它只有10克 真的是性价比超级低啊 但是它的使用感如何呢 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首先来说一下它的质地吧 它是这种淡粉的膏底 是这种辣的质地 是非常厚实的 它的保湿力很不错 我觉得10分的话能给到9分 但是它里面呢 添加了很多油益的成分 比如说玫瑰果精脆的提取物啊 然后还添加了维生素液啊 有抗氧化的作用啊 然后还添加了神经纤安 有增强皮肤屏障的这种作用 但是它的香味实在是太浓郁了 你每次涂它就感觉像在嘴上 抹了一层玫瑰香水的味道一样 然后呢它的香料在它的成分表里面呢 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 我觉得用这种太香的东西在嘴上 其实并不是那么安全 所以安全性呢 我只能给到它3分 然后它的修护力其实也还OK吧 大概能达到7分 综合它的性价比来看呢 我觉得这款产品我并不推荐 我只能给它大概6分左右吧 如果你不差钱然后你又不介意嘴巴很香香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它 接下来呢一款呢就是我觉得还不错的 就是BIT的这个唇膜 它呢是这种比较厚实的 也是以腊为高体的 然后非常非常的厚 然后它上嘴呢其实是有一点黏黏的感觉 它的保湿力呢我觉得跟BITTERY不相向下 都能达到9分左右 然后呢里面它是 它是还添加了一些热带水果的这种提取物 还有这种植物的提取物啊 是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然后修护力也还可以 综合评价呢我觉得它能够达到8.5分 因为它这一支呢是26美金13克 但实际上呢它经常会有半价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第三款呢我觉得挺好用的一款 就是Biosense的这个唇膜 它呢是质地比BITTERY那款要更轻薄一点 它是以油为基底的 它并不是以辣为基底的 你打开看一下呢 它是有点这种微微透明的淡淡的这种膏体 然后上嘴呢它是就很快成化成油状 然后非常的滋润 它是以里面添加了他们家专利的那个角砂锡的成分 然后还添加了一些玫瑰提取物啊 然后是修护力也是有的 然后滋润度我觉得跟BITTERY那款不相上下 所以呢它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它是18美金然后10克左右 所以呢我觉得综合来看呢 我觉得这两款性价比都是不错的选择 然后日常你用呢 晚上做一个生存护理也都是够的 然后第四款呢 就是我觉得性价比极高的一款产品 极地想给大家种草的一款 就是这个凡士林的这个润唇膏 它这个呢非常小一只 但是呢它的滋润效果一级棒 然后它的价格超级便宜 Amazon经常有折扣 买下来也就是不到两美金 但它还可以用蛮久的 但它的成分呢也非常单一 就只有凡士林 所以呢很安全 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它没有给你额外的 带来一些其他的修护啊 或者是滋养的效果 但是呢如果你唇部状况 没有太大问题的话 我觉得用它也是完全OK的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款产品 还有一个款呢就是刚刚提到了 唇部的那个修护力嘛 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一款 唇部修护精华就是这款 就是Alginess的这个护传精华 它呢你看是这种淡黄色的液体 它其实是第一成分呢就是水 所以它是非常液体的这种感觉 挤出来呢你就看一下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淡黄的这种透明状的 它上桌以后呢你推开呢就特别容易的吸收 然后它里面呢是添加了他们家专利的那个海藻酸 然后里面还有胶原蛋白 还有一些微棗的油类 它那个油分呢并不是很高 所以呢上嘴它的滋润度相对前面几款来说呢 没有那么高 滋润度我觉得大概能达到五分左右吧 不是滋润的一款 但是呢它的修护能力一级棒 如果你唇部有什么不太健康的状况的 它会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然后呢它上嘴是有点微微凉凉的感觉 而且那种凉感还能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的 然后如果呢你又想要修护 又想要特别好的密封的这种滋润度的话 你把两个加起来 真的是网诈组合超级好用 就用这个唇部精华打底 然后用这个呢后敷一层做一个密封的作用 第二天的唇部状况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 这款呢是35美金10毫升 其实性价比来说一般吧 你可以等它们光网打七折的时候入 其实也还不错啦 那这支呢我觉得如果没必要每天都用啊 如果你唇部状况不好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来做打底 还有一款唇部精华呢 就是日本的这一支是 Pasenta的这个有维C的这种唇部精华 它其实呢我觉得更像一款唇膏啊 它是这种透明的褶梨状 然后呢上嘴呢就是是这种种 稍微有点黏腻的感觉 上嘴有一点点黏黏的感觉啦 我觉得它晚上用其实滋润度是蛮够的 滋润度我觉得比BAT那个稍微差一点 大概能打到8分 它里面呢也没有添加什么香料 你是闻不到什么特别明显的味道的 嗯然后修护率我觉得中规中矩吧 大概7分左右 但是呢它在北美地区不是很好买 Amazon虽然有卖但要卖到将近30美金 我觉得性价比不是特别高 我没有那么推荐 所以我晚上护肤呢我觉得最好呢就是 如果你有肌肤状况问题的话 就是这两个组合非常非常好用 还有呢如果你觉得日常你没有太多问题 然后又想要一些滋养的效果呢 你就可以这个Biosense的这款 还有一款呢就是BAT这个唇膏 然后你们两个选一个就好了 BAT这个更厚实一些 这个呢更轻薄更油润一点 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一下 日间唇部护理的一些产品吧 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没有防晒系数的这种唇部护理 我经常用的是Fresh的这款 这款我觉得它滋润度还是蛮OK的 它是以风辣为基底的 所以呢它是比较这种厚实比较滋润的这种质地 我觉得保湿力度能达到8.5分 然后Fresh它们本身是主打这种 天然安全孕妇可用嘛 所以它里面也没有添加什么香料啊 这种东西 然后所有安全性 我觉得也可以达到9分 然后呢它的性价比其实也OK 它有4.3克 然后26美金 我觉得综合来看呢 它的刻数还蛮多的 所以性价比还不错 我综合呢白天用的话 我觉得这只我可以达到8.5分 我还是蛮推荐的 还有款呢就是 这一只就是Bobbi Brown的 这个是Tinted Lean Balm 我的色号呢是Bear Pink 它其实我觉得更像是润唇膏 它就是挤出来是这种淡粉色的膏体 上唇呢它会有一点点变色的效果 但其实那个颜色非常的浅 基本上跟你唇色是融合在一起的 它呢是以合成蜡为基底的 里面也添加了一些像 呵呵巴油啊这种油脂的成分 但是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 里面有2-30种吧 而且它还有一些着色剂嘛 所以综合来看呢 我觉得我更推荐Fresh的这款 这款更安全 然后滋润度这两款 其实我觉得不分上下 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 还有就是给大家推荐两款 特别适合在妆前做打底的护唇油 然后我激推的就是这款Copara的 这款护唇油 它呢是以椰子油为主 然后里面添加了其他的各种油液的 这种油脂 它是这种挤出来是这种透明的褶泥状 你上唇呢它是有一点点这种油腻感的 但是也不是那么的油腻啊 如果你在妆前做一个唇部打底 然后轻轻的用指定擦去内腾油脂以后 就可以上一些比较雾面的唇膏啊 或者唇油都是很好的 然后它里面也没有香料 它成分也比较少 然后大概十几种吧 然后它也没有添加香料 里面还添加了绞沙烯保湿力度一级棒 我真的激推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这款真的超级好用 就算你不用做妆前打底 你平时用它也会觉得它非常非常好用 接下来呢就是这款使用感跟 Coperi非常像的欧苏丹的这个护唇油 它呢膏体呢跟 那Coperi有点像 也是这种稍微偏折利一点的 但是它的膏体有点发白 它里面是稍微有一点腊质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呢它有一点点添加香料 然后它的香味是就是欧苏丹家他们那种经典的那个香味 不是特别香 其实我还能接受了 上唇的感觉呢跟Coperi我觉得非常像 滋润度我觉得都可以达到九分以上 然后但安全性上我来讲 我觉得Coperi这款更好一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去试一下这款 这款我是更推荐的 然后呢就是三款我手头的有防晒系数的这种润唇产品 我先说一下我对有防晒系数这种润唇产品的一个看法吧 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选择这种有防晒系数的 首先呢市面上基本上所有带防晒的这种润唇产品呢 他们都是采用的化学防晒 化学防晒大家知道一点就是它非常的不稳定 然后一般像我们那种防晒霜开 风衣两个月以后我们就建议是用完的 但你想一只护唇膏 你很难做到一两个月内就把它空掉吧 然后呢 你大概可能只能用到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以后 你那剩下的时间你再用它 其实是根本达不到一个很好的防晒的 如果你真的需要防晒的话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去海滩暴晒的话 那请买一只新的带防晒的护唇膏 然后或者请你做好物理防晒 比如说遮阳伞啊遮阳帽啊 戴口罩啊 这些都是很好的防晒的方式啊 那我们先说一下我手头这三款护唇产品吧 首先第一款呢就是Fresh他们家这个有这种SPF防晒的 这款呢 其实它的防晒力是我觉得是不怎么样的 它只有一种桂皮酸盐这种防晒成分 而且不是很稳定 防晒系数呢是SPF15 它的那个高体整个使用感呢 跟他们orange的那个没有任何天价那个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非常非常滋润的 我觉得滋润效果啊 保湿力啊 修护力啊 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但就是它这个SPF加的实在是有点鸡肋啊 感觉根本达不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如果你真的要选有防晒成分的这种护唇产品的话 我不建议买Fresh的 还有一款呢就是Bobbi Brown它这个小圆罐 它打开呢是这种淡粉色的膏体 其实它这款的保湿力度应该是非常够的 因为它有点更有点像那种晚间用的护唇膜的感觉 但是我自己觉得它是这种唇膜感太重了 然后就是白天用会有点太厚重的感觉 然后整个上唇呢就有点太过于厚重了 它这个SPF也是15 但是它有三种化学防晒剂 所以它的那个防晒效果呢 肯定是比Fresh那款要好的 但是呢它这个设计我实在是无力吐槽 因为它这个设计是罐状的嘛 我非常不建议大家直接上嘴这样蹭啊 因为一个是不卫生 另外一个是会大大缩减你这个产品的使用寿命 我自己是觉得最好是用干净的手啊 或者棉棒把它抠出来 然后涂在嘴上 但你想你白天出门的话 你怎么可能去还专门拿个棉棒去抠它 然后涂在唇上呢 这也非常不方便啊 所以如果它能做成那种管状 或者是那种 像唇膏一样的那种使用感的话 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我自己觉得它的就是设计上是有点bug不太好用 我自己最近发现的一款呢很好用的是这个 Jack Black的这个Live Bound它是有SPF25的防晒 它的防晒系数还是比前面两款都要高 而它的成分呢只有不到10种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它里面有两种化学防晒剂的添加 所以呢相对来说它的稳定性也还OK 如果你真的要选一款有防晒的护唇产品的话 我觉得这款Jack Black的这款还是比较推荐的 接下来呢就来说一下我在有口抛枕的情况下会用的一个护唇产品 就是这两款之前我在我的年度爱用里也跟大家推荐过 一个呢就是这个滋生糖这个针对于口唇炎设计的这个护唇膏 它呢是非常非常油润的这种质地 然后呢也是这种有点发白的这种膏体 它上嘴呢非常非常的滋润 然后也不会让你觉得有不舒服的感觉 也没有特别凉或者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但它对你口抛枕那个起的水泡是明显有个很好的修护作用 比如说我起了水泡以后 涂它大概两三天就能把那个水泡给平滑掉 但如果我什么都不涂的话 大概要一两个星期才能好 所以这款还是真的对你起那个嘴角起些水泡是有用的 还有一款呢就是Eve Lone的这款 Eve Lone的这个护唇膏 它呢是这种淡白色的这种膏体 它里面是添加了大量的薄荷的成分 所以它上嘴非常非常的带劲 就很清凉的感觉 它有清凉感能持续大概二十多分钟嘛 就一直让你很醒脑的感觉 然后呢它能够对你比如说嘴唇泛红啊 或者是有点疼痛不舒服啊 有很好的镇定效果 我觉得这款也是你在起口抛枕的时候用的非常好的一款产品 那好了今天就是视频所有内容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请给我点赞吧 下期呢我会做一期蓝蔻全线产品的测评 包括它的截面 然后它的面部精华眼部精华 面霜眼霜 以及它的面膜 给出我一个使用感受 如果你对这类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请开启小铃铛订阅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